老鷹欸 早安台東 原來在鄉間然後聽著激叫起床是這種感覺 我記得小時候吧大概小學以前我們家後面也有激叫 但是後面現在都已經變成高樓大廈 然後現在真的是很難得可以聽著激叫起床 然後看著大海跟晨光 哇這就是台東的開始 那時候我們怎麼把全部的東西裝到心理箱裡面 超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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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其實早上我們吃完早餐之後呢 就直接上車然後呢一路趕路趕路 現在已經抵達了花蓮 那到花蓮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吃扁池 而且現在剛好已經是中午的12點 吃扁池是一個最正確的選擇 這家店超酷的 譬如說是花蓮這邊最有名的扁池 然後進來後沒有菜單沒有什麼都可以點 就是只有扁池 要或不要而已 好 謝謝喔 很好吃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經過今天五個小時的車程之後呢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多 我們抵達了宜蘭的麥巴索 然後剛才我進去看了一下 裡面場地真的超特別的 趕快帶大家來看 嗯哼 這就是我們要演出的地方 然後他們現在在商場說 我們要怎麼樣的放置我們的舞台 現在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狀況就是我們的同事 Joe 他在幫我們聲bass音響 就是他知道說我們的音樂裡面呢 bass佔著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他到一個場地都會先幫我們去看說 現場有沒有中低音喇叭 如果沒有的話他就會想盡辦法 幫我們把bass的音響聲出來 不管是跟場地去協調啊 或是從他肚子裡面伸出來之類的 就我們現在剛到這個地方 然後都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這個setting起來以後呢 就覺得好像在我們自己工作室練團 然後在自己工作室演出 然後後面又傳來正正的咖啡香 覺得非常的舒服 開始好期待今天晚上 應該是一種很特別的氛圍吧 就是跟我們大部分演出的場地都很不一樣 沒想過有一天會想念 以為忘卻不再留戀的夏天 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我們今天的休息室耶 其實他平常這個樓上也是用餐區 然後今天就給我們在這邊休息準備 很舒服喔 不願寂寞的生命 每一天我還是想著你 有什麼音聲感 宜蘭的民產 是那個 溫泉 宜蘭的民產是溫泉 可是男生不適合泡溫泉 是假的男生不適合泡溫泉 是假的男生不適合泡溫泉 還會殺驚 哇靠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需要把麥克風給你 來你跟大家講一下 不是那個是學的 我們那個專業學的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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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護理方面的 ok好吧 那就加吃牛舌餅囉 牛舌餅OK吧 我會加進去 泡溫泉會殺驚 泡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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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也吃完晚餐了 然後結束了我們的宜蘭台東之旅 要準備回台北了 那這一次我們很開心可以來到宜蘭跟台東 到不同的地方呢就可以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 那如果這次宜蘭跟台東都沒有參加到的話 也不用覺得很可惜 因為接下來我們還有5月26號 在台中Legacy 到時候希望可以在現場見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訂閱原子邦尼 並且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影片和音樂的更新通知囉 那大家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